台湾本岛经爆了牛结结诊 根据了解是林口的一家肉牛厂进行仿视时 发现有一头牛皮肤上结痂出现了发烧症状 经过检验证实是染上了牛结结诊 相关单位也马上将八头病牛进行扑杀掩埋 同时也扩大检查案例场周边10公里 以及新北12处的养牛厂一共1772头牛 沿路需要安排疫苗的施打 后续也将针对北北七桃竹苗肉牛厂 来安排三天内要施打完成 要来达到全面性的免疫 不过外界担心是不是会透过牛乳来传染呢 专家表示并不会只会影响产量跟品质 家畜所人员全副武装前往苗栗以北的牛厂 替牛脂施打疫苗 因为新北市林口爆发台湾本岛牛结结诊病例 导致北北七和桃竹苗地区的落农紧张不已 所以现在就是加强消毒 通常都是一次为主 如果现在疫情比较严重 我们可能会增加到一天两次这样子 一次感染这样的一个牛结结诊 那先做了预防性的扑杀 牧场业者只能加强消毒 针对八只染疫的病牛 冻宝处也即刻扑杀掩埋 透过病毒定序判定感染来源 和去年金门染疫的牛脂一样 但外界也担心牛结结诊 会不会造成食安问题 施打疫苗虽然会造成牛脂密乳量减少 但为了避免扩大染疫还是必要措施 另外相关单位也规定牧场也得放补文灯补文板 如果牛脂染疫业者没有通报 最高可以开罚一百万元 全面防堵病牛扩散 农委会超前部署 避免本土爆发染疫危机 记者综合报道